我突然想起来了 有一次 我说他杀了李继 说他是杀人犯 他当时很激烈 抓着我就要打 说如果他是杀人犯的话 那李继比他 比他更可恨 是更大的罪人 我当时问他 他为什么这么说 难怪 他就什么都不说了 我们调查一下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明天 这个案子就要开庭审理了 你一定要放下包袱 交代问题 这句话 知道了 你有什么可担心 你是自己的 把你所见的 真实的反应给人民群众看 那是应该的 主任 你知道我们这样 大张旗鼓的后果是什么吗 什么 后果就是激起了 人们对陈伯森的仇恨呢 喂你好 是 什么 那稍等 嗯嗯嗯嗯嗯 嗯 哦 在学校 哦 知道了 嗯我们马上去 哎 好谢谢你 哎好好好 好这点点 又来新闻了 冷卫第一天恢复上班 就把班上的一个同学给打来 你赶紧去猜楼 叫 是 喂你好 我赶快去了 冷卫把他搬叫男生打了 冷卫怎么会打人呢 那男生有心灵性疗病 当少就昏倒了 蔡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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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蔡克平 你怎么了 你跟我到班户吃来一趟 你醒了 你醒么 吗 哎 我想问一下 龙老师是不是过去脾气 就不是很好 龙老师过去脾气很好 从不动手 对学生从来不动手 那今天是因为什么 今天你就别问了 这是我们学校自己的事 好不好 你把这个过程详细的 告诉你 这个过程你们也别问 你们怎么缠着 谁敢打我的儿子 蔡老板 谁敢打我儿子 来来来 到这边说 到这边说 到哪边说 到哪边说呀 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我看这个学校 你是不想搬 是不是 把那人给我找出来 我告诉你 我弄死他 请问您是学生家长是吗 我是 我是电视台记者 我正要找你们 我强烈的要求 严惩凶手 坚决开除教室队伍 一个女老师 你说她下手 那很难的骄傲 就跟那个杀人犯 她有什么俩样 坚决开除 去去去去 呃作为学生家长 您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处理 赔偿我儿子的医疗费 营养费啊 加起来20万 再让他给我儿子道歉 20万冷老师可能拿不出来 因为他把所有的拿我们玩啊 没钱 起诉他 你 妈 怎么了 你晕了 大夫 刚给你做完检查 我今天 打了一个孩子 妈 是不是我的病还没好啊 可别这么说 要是让人家学生家长听到了 以为咱们想逃避责任呢 我不逃 我什么责任都可以负 我就是难受 她是难受 啊 我不知道 我浑身都难受 浑身 妈你知道吗 今天有个学生家长 说我是凶手 说我和杀人犯没有区别 他胡说 他胡说 别理他啊 你是病人家属是吧 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我到医生办公室去一趟 一会儿就回来 哎 来了 farmer ну 快 您就直说吧 我女儿什么病 我们怀疑的肾脏有癌变 你说什么 癌变 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 做透析才能最终确定 太多 你先不用担心 现在发现也是好事 还是有希望治愈的 怎么治 如果是的话 保守治疗需要做透析 但最彻底解释的方法 最好还是换身 换身对 但是需要想匹配的甚源成绩 你还是抓紧时间给他复杀吧 我的命怎么怎么 姐姐你快来看呀 冷卫他上电视了 但是到这个时候 我没锦我 你ihi 我没锦我 我从这个里面 那你这个 我还没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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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锦组 我还没锦组 你没锦组 我还没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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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賠款 二十萬啊 再給我賠禮道歉 冷老師可能把隨我錢都花在 就是他的 那我不管那我不管我告訴你 我要起訴他 沒錢起訴他 這下啊也讓他嘗嘗那背稿的滋味 嗯 阿姨 你怎麼又來了 我在電視上看到冷薇打孩子的事 我想過來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阿姨 我真的只是想幫忙你嗎 我求求你了 冷薇他現在的事夠多的了 求你以後別再打擾他了 好嗎 啊 我有個東西想交給他 您讓我見他一面 我交給他就走 可冷薇他現在人不在呀 他人呢 哎 學校剛才來電話 說是要處理那孩子的事 把他給叫走了 你說我們家這是怎麼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阿姨 那我就先走了 老蔡 你別激動 有話好好說嗎 好好說 我兒子 腦子壞了 腦子壞了 你知不知道 我怎麼好好說 我一定要起訴他 診斷都出來了 孩子好好的 咱們上來上來解決就算了 你怎麼還非到法庭上不可嗎 解決怎麼解決 你說怎麼解決 我上次讓他賠二十萬 他沒有錢呢 他確實沒有這麼多的錢 你想他怎麼賠 我有 孩子錢我來 你誰啊你啊 你管我是誰啊 用不著你假慈悲 也用不著你來看笑話 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決 你不就是 想搏得我的好感 說我對我說 我再一次告訴你 你 說你這個人怎麼那麼不知好歹啊 你說對了 我就是不知好歹 你想用這個錢 买我丈夫的命吗 请你放心 你要的钱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拿来吧 请你 给我多一点时间好吗 等我把房子卖了 我就是倾家荡产 也会把这钱还给你的 你想就这么一走了之吗 你还想怎么样 道歉 现在就道歉 道歉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作为一个老师 我不应该打孩子 对不起 你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向你们两个 忠心的道歉 他这是道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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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就这个态度吗 不许 老蔡 差不多就行了 什么叫差不多就行了 我跟你说 你是个孝诚 你这是踪荣包庇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儿子 儿子 快 来 给我儿子 下跪 道歉 你太过分了 什么叫太过分了 我这比起一个老师 大学生来说 那叫过分吗 哎 我叫你道歉 不是给我儿子 你是要给那些学生 当然 还要给那些老师 这叫引以为戒 你告诉他 你等过精神病 你跟他解释一下 精神病 精神病 你们让他教学生啊 啊 我看 他不像有病 他倒像是 心里有恨 哎 你是不是 得谁烦谁 看谁恨谁啊 不 我得的是失忆症 我现在好了 我可以负责 你看看 是吧 来吧 给我儿子下跪 哎 你真是有完没完啊你 一个老爷们就是欺贴一个女人 你还乱什么老爷们你 我我让他给我儿子道歉 他都已经道歉了 说对不起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不是 你逼死人怎么的 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 你这么穷穷穷打的干什么呀 不是不是你什么意思 你那你想干什么你 你什么意思 还不走 你来这儿赖一着 想干嘛呀你还不走 那你妈走着 龙岳 他都没有说 他都没有说 你都没有说 你只能看看 他都没有说 他都没有说 这儿在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马 打扰你 跟你了解点情况 好 你之前认识大马灯吗 不认识 是啊 那你觉得大马灯跟李继之间有什么恩怨吗 这 我真的不知道 好好 大马 没事 我们有情况再联络啊 等冷威回来 我再过来 好嘞 等他回来 我一定转告他 能留步他吗 我先走了啊 喂呀 他回来了 喂呀 你可回来了 这是公安局的潘警官 他有些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你好 你好 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下 你们家庭跟大马灯有什么恩怨吗 之前我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人 可是据我们在看守所里的了解和观察 这个人好像是对你 或者是对李继 有很深的恩怨 你再想一下 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我之前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人 我相信我的丈夫 也不会认识这样的人的 他对我丈夫的职责 完全都是诽谤 对不起 我很累了 我不想再听到他们的名字 打扰了 那你先休息吧 半总啊 谢谢你 哎有事散开啊 自己 哎呀 学校怎么处理的 没事吧 妈 我好了 我想回家了 孩子 听话 接着在医院观察两天 等复查完了再走 妈 医生是怎么说的 我得了什么病啊 啊 没什么 妈就是想啊 趁着在医院 让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检查没事 不就放心了吗 妈 去本出院少许吧 我一天都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好吗 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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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开门呢 你在里边干什么呢 啊 开门你做的我都做了 我再也承受不了了 你自己回来吧 你自己去处理 你自己去报仇 我那么狠尘不死你都看见了 我对得起你 我温馨无愧了 我好寂寞 我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你 可你也是空的 喂呀 你把我也带走吧好不好 喂 喂呀 喂 喂呀 你开门呢 你开门呢 喂呀 开门呢 你在里边干什么呢啊 喂 哎 孩子 别太难过了 你得挺过来 妈 我没事的 您别担心啊 有什么想不开的 跟妈说 说出来心里 就舒服了啊 听医生的话 过两天 去做个复查 妈 您就别劝我了 等给李济报完了仇 我会去的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你老像个影子似的跟着我干什么 你不是嫌我不够温柔呢 我这样做 是对你婚姻的补偿 你不要对我进行什么补偿了 你对我最好的补偿 是立即从我眼前消失 你不要在这儿拽了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黏住我 不能够按时处定 为冷飞做辩护 你真是太阴险 太卑鄙了 过去 你只是脾气不好 但是思想比较简单 现在为了你的弟弟 你看看你 你变得多么讨厌 多么令人妥气 我早就跟你说过 就是你一手 害了你弟弟 但是可悲的是 你自己一点感目都没有 我不是为我弟弟 我是敢换你的良知 你来唤醒我的良知 我就知道你听我这么说 会不屑一顾的 说吧 你今天说什么 我都不会跟你计较的 可我要跟你计较 陈天 实话告诉你吧 作为夫妻跟你生活了这么久 我对你太了解了 在我们大学校园里面 随便找个女老师都比你强 最起码比你有教养 他们不会踢开我的办公室 不会冲进我的教堂 像婆婆一样大喊大闹 你拿什么来唤醒我的良知 是 随便你这么说吧 反正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生气的 以前我生气 是因为我不明白 三木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我确实有很多地方对不起你 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因为你不懂 你说了这么多 你以为自己懂了而已 我不懂 好好我什么都不懂 陈寗 陈寗 我告诉你吧 这一切我全都明白 明天就是法庭了 在法庭上 说什么做什么 你千万要克制 要一个平和的心态 给法官留一个好印象 这样对你很好 我都已经放弃希望了 为什么要放弃啊 不管法庭做出什么判决 我希望你不要放弃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就要努力 其实 就算现在法庭判无死罪 我也觉得无所谓 因为之前 我把很多事情都想过了 但唯独有一件事 我没想到 什么 一个人的悔改 比他犯罪还难 不不不不不不 不如这样说 一个人的悔改 要让别人相信 比犯罪还难 他想到 不孙 今天 胡志杰和你一起出庭 法庭还要做法庭调查 你一定要把精神病院里的 所有的事情尽可能都回忆出来 尽可能准确的详尽的向法庭陈述 为自己爭取机会 我给两位的东西 他有看 苏警官交给他 他说什么 不是 你的亲人在外面 为你做了所有的努力 不就是为了让你减薪 早日出息 如果你灰心了 大家的努力都徒劳了 只有我们一起努力 你才有明天 电日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以及被杀案第二次审判 马上就要在这里进行了 让我们一同关注案件的进程 822抢劫杀日案 现在依法宣布开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听你给我听 你现在这么做是犯罪行为 你给我把门开开 你开不开 我知道你就在门外 你不开 我就开门了 我告诉你 你再这样坚持下去 你别怪我不顾及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了 喂 警察同志吗 对 我是一个大学教授 我马上要到法院去 对 但是我被锁在了门里面 锁门 地址啊 和平西区西街49号 对 一层 胡适杰 你对公诉人宣读的案情有意义吗 有 你认为哪点与事实不符 他杀了我的亲人 我就得杀他 反正我没有犯罪 你杀了人还实施了抢劫 难道这不叫犯罪吗 我是杀了人 但我不认为我是犯罪 我觉得我是用自己的方法 逞治罪恶人 逞治是由法院来依法做出判决 你个人无权惩罪 任何人 我当然有了 他杀了我的亲人 我就得杀他 反正我没有犯罪 你说的他是谁 李济 他杀了什么人 他杀了我爹 我叔 还有弟弟 胡适杰 你知道 诬陷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吗 我知道 可我没有诬陷 你要保证你说的全都是事实 我保证 我说的都是真实的 你就把 李济杀人的过程 陈述给法庭 说行 不过时间很长 而且你得让我说完 要不我一句也不说 只要你说的与本案有关 法庭同意你的陈述 我叫胡适杰 我家就住在南山矿附近 矿 那时候刚开始开的时候 我爹就带着我叔 还有我们去矿上打工了 刚到那时候 他们让我们签一份合同 这啥玩意儿啊 这是合同 合同是干啥的 合同就是生死合同 就是说啊 出现银病以后 矿里面每个人陪随你们 一万五千块钱 双方的两清 不再追究对方的责任了 这一条银才一万五啊 这也太不合适了 是不是 太少了呀 外公的合同啊 都是签这个东西 你不签你们就走人 你看看签不签 你们想一想 现在活不好走 我看就签吧 签吧 当签定合同时 他们骗我们说 安全是有保障的 说矿上装了很多 先进的仪器 我们就信了 但后来我们才知道 他们根本是在骗人的 这个矿是因为草草上马 好多事实还不完善 我们当时不想干了 矿上非逼着我们干 后来矿上就出事了 那天 我发烧 在宫棚里正睡得迷迷糊糊的 就听着人喊 出事了 砸死人了 我知道我爹在矿底下 我就拼命地往矿上跑 到了矿上一看 我说 我爹都不行了 我爹当时没事 可是再也说不上话了 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都甘心你了 打了好几个电话你也不接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矿上出事了 死了三个人 这次事故 一共死了三个人 全都是我们家人 外边啥也不知道 因为矿上封锁了消息 我连了多少天去找他们 这矿主就找不着 直到有一天 他们让我去领家人的这个赔偿费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呢 李矿长 我们村的事到底咋解决啊 我们全村人等着呢 我现在跟有关领导 就商量解决办法呢 等有了结果 回头我再找你 你先出去 那正好 我在这听听 你们到底是个啥结果 你叫大马灯啊 啊 就是你想告我们 你找我们村里人干活 一点儿全保障都没有 村里死了人 你们什么说法都没有 我当然要告你们 我跟你讲 你先出去 好不好 回头我再找你 我上哪儿去啊 今天没有个结果 我哪儿也不去 我想走是吧 好啊 我想走 就在这儿多待几天 带五人上来 找了几个人给我一顿打 然后把我关在一个黑屋里 我三天三夜没吃饭 后来那个人把我叫出来 他问我 你还猖不猖狂 我当时没说话 我当时饿得快虚脱了 他们就拿出一张纸来 上面写的是赔偿我一万块钱 最可气的 是其中有五千块钱 是一个饭店的代金券 我当时我就发誓 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 去报复那些伤害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继 被告人 为什么不厌其烦地 在讲一个完全我们不知情的事情 是什么企图呢 他是在祈求同情 为什么只字不提 他杀害受害人的丈夫 这又是什么企图呢 对不起审判长 我来晚了 我叫刘三木 是受害人家属聘请的律师 请允许我 参加法庭辩论 你还有点人性吗 我家人不死 我能去杀李继吗 被告所讲的原因 法庭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 胡适杰 现在你详细地讲讲 是怎样杀害李继的 怎样实施的 我身体恢复好了以后 我就拿着我以前打家具的一把斧子 到矿上去找他们 到矿上一看 所有的人早就跑了 我一看 我就到城里去 到城里去转悠 四处打听李继家住哪儿 后来我终于找到他家的住者了 我想我一个人的能力 肯定是不行的 我就找到了往墙 蝎子 还有老面 哥几个兜里不都没钱了吗 我跟你们指一条兜 啥兜 我认识一个有钱人 家里经常没人 到他们家随便一翻就是几十万 而且绝对安全 真真的 大哥 那咱快快去吧 什么时候动手 第二我已经踩完了 今天晚上在家没人 今天行动 这家干嘛 去的那天我骗他们 可我真实的目的 我就是要杀了 我要杀了李继 我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为了抢劫满足自己的私欲 我是为了报仇 后来我就把李继杀了 就这么简单 你把详细的杀人经过 陈述给法庭 你们是怎么奋斗工 谁杀的人 怎么杀的 你要如实的 详细的陈述 那天晚上 我们装扮成修管道的工人 把车停在李继家楼下 坐电梯上楼 到楼上以后 老年很顺利的 就把他家门打开了 老年和蝎子先上了楼 把李继给按住 我进去以后 我就跟他要钱 在电视柜里边 那个 还有点卡 密码是420123 说着说着 我问他认不认识 还认识我了 你害死那么多人 还坐在家里喝牛奶 这牛奶 是多少人在洗的呀 我反正明天又不上幼儿园 让我多玩火啊 陶陶 妈妈跟你说了半天 怎么还是不听话呢 你要是再不听话 下次就不带你去游乐园了 快去睡觉去 算了 让他多玩会儿吧 爸爸 那咱们玩CIS吧 我是警察 你是肥 好不好 好啊 你先去藏起来 然后我去找你好不好 好 好 去吧 你上楼我给你说点事 你上楼我给你说点事 你上楼我刚才说的 你上楼他都在桃子砍住了 他突然间就往上跑 这时候老年从外边回来 就把他按住了 我俩就一块 把他给杀了 那个杀人犯他胡说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李记是什么人吗 别动 你要什么我给你拿 我去找个东西 你找什么东西 我给你找啊 你不知道 我帮你找 你能管吗 我能不管吗 到底找什么样 李基的日记 日记 李基以前一直在记日记 他辞职之前 我知道他心里头郁闷 但是他什么都不跟我讲 总是说跟我讲的 对我没有好处 那上边 是不是记得 他们矿山上的事啊 对 现在那么多人都在调查的 咱们再找不出 一点证据的话 那他就得替那些 黑心的人被骂名了 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在 就省了他的日记本呢 大马灯公开的消息 是不是对我们很有利 新闻每天都在报道这个事 所有的人都站在了李基的对面 接下来法庭 你会不会侵犯布森呢 现在的情况 要依靠冷威的证词 扭转局面看来非常困难了 他既不肯说 布森是个从犯 又不肯说布森就回开表现 而且大马灯在法庭上的证词 对布森相当 您找谁呀 朗威 您是 一个支持者 是吗 快快快 快请 威呀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